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外国留学生来华复学事宜提问 对此发言人表示 中方将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统筹研究外国留学生来华复学事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广大在华来华留学生的合法权益 要求各相关高校与境外学生保持密切联系 认真安排好线上教学 妥善处理学生的合理关切和诉求 中方将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统筹研究外国留学生来华复学事宜 并将就此与各方保持沟通